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历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在节目的开始之前 请先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个人频道 在上礼拜五开通以后 真的是非常感谢每位投资朋友 愿意订阅我们的个人频道 那这个个人频道 在短短的一个周末里面 就已经来到了将近400大关 在录影之前我看了一下 这个有399位的投资朋友 愿意订阅我们的个人频道 那么看看谁能够当第400位 那我想我们的个人频道里面 一定会有一些傻臂主 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在未来我们有一些秘密 或者是有一些好康 那我们当然是优先分享 在我们的个人频道上面 所以还没有订阅 我们个人频道的投资朋友 可以先扫描起来 或者是你如果已经在 我们的个人频道里面 还没有订阅的 你就把它拉到下面 按一下订阅好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析的 就是10月已经来到了尾声 所以代表2023年 也已经剩下最后两个月了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 到底要怎么走呢 原因是整个10月份 我们大概在10月初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应该要有一个光辉10月 也就是10月份的行情 我们原先的预期 应该是要走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 在10月份都能够赚到大钱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行情 不要说光辉10月 连指数都在破底 到底在年底之前 这个行情会不会来 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团队的观点都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现阶段的 不管你是从经济的基本面 还是从筹码的状况来看的话 这个状况大概就是糟到现在 已经算是最糟糕了 那剩下来的是什么 盘后 不能说盘后 我们应该要说是在场外 场外有很多的资金 你不管是在政府要拨款的 这四大基金 还是投信 还是集团作帐 还是很多的主力大户 其实在从整个7月底 一直到10月的这段时间 大家的操作都不太好 很多的我们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 一些朋友 一些比较有钱的朋友 他们在今年的上半年 特别是在5到7月这段时间 其实他们如果有做到AI这一段的话 那个绩效有稍微拉开 我们就假设他能够赚 他的绩效成长了30%好了 那么在这7月底一直到 现在10月底 这三个月的期间 其实大家的操作都很卡 也就是上半年的5到7月 先赚30% 后面再把15% 甚至到20%再吐回去 原因是因为买什么 要去追突破 要去追动的 股价其实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在追突破的过程里面 股价一拉回 那打到停损 他们就会停损 所以在这几个月的操作上面 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想在剩下来的最后两个月 为什么我们会说 叫做千军万马来相见 因为投信要做账 那你说外资一直卖一直卖 那他们能卖到什么时候 再来是我们这些很有钱的朋友 不管是主力还是大户都好 在前面已经停损了这么多的股票 然后手上有这么多的资金 其实大家的这些资金都是什么 蠢蠢欲动 有一颗想要赚钱的心 但苦于现在的行情 没有给大家一个 师出有名的一个 一个叫什么 一个理由 没有这个理由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把钱 一口气的往里面砸 市场没有共事 所以行情出不来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 你在场外有这么多的资金 在等着要进场 那现在缺的就只是一个理由 而这个理由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说在年底这两个月里面 你不管是在总统大选也好 还是你说投信要记底作战也好 然后要开始做2024年的企业展望 我想这些题材对于股价 都非常有点火的机会 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情况之下 已知的利空我们认为 大概就是会慢慢的消化掉 你不要再有新的利空出现以后 其实行情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相对低档 因此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场外的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剩下来的就是什么 这一根穿原件 那就是千军万马来相见 实际上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PCE物价指数 而这个物价指数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除了整体PCE的月增率 高于市场预期的0.1个百分点 其他不管是在整体PCE的年增率 核心PCE的月增率 核心PCE的年增率 都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所以整体现在看起来 美国的通膨仍然在一个 被控制的状态之下 但是这个通膨下降的速度 跟我们先前讲的都一样 非常的慢 这个通膨下来的速度非常的慢 但是它仍然是在下降 所以这一件事情会告诉我们什么 联储会在接下来 可能不用这么激进的升息 可能升息循环 在今年到底12月会不会升那一码 我们想这个地方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原本联总会告诉我们 11月初的时候 应该还要再升息一码 可是现在的数据 不管是在物价数据也好 还是从美国公债的殖利率来看也好 联总会在11月份升息的必要性 已经大幅降低了 所以现在11月份看起来 应该是暗兵不动 那么今年剩下最后一次的会议 就是在12月 12月到底会不会升息一码呢 那我们当然就是看经济数据怎么走 如果美债殖利率维持在这个位置上面 现在的位置哦 通膨也没有出现反弹 我想今年联总会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不会再升了啦 但是后面如果通膨反弹起来 或者是美债殖利率往下走的时候呢 那联总会在年底之前 就还有可能会升息一码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货币政策似乎对股市的影响 又开始变小了 又开始变小了 那反而呢 现在影响股市的是什么 美国在财报季 财报开得好的公司 不一定会涨 但还是会涨一点点 它不会那种大涨啊 现在呢 市场对于利空比较敏感一点 对于利多比较没有这么敏感 所以你财报开得好的公司 或许会涨一下 一丝一丝嘛 你还是得反应嘛 可是呢 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如市场预期的地方 公司的股价都会往下跳 那么我们好像感觉到 最近很多的这些科技股啊 怎么开出来的财报 新闻上面看到的 感觉都是喜忧参半 但实际上面呢 我们目前统计完了 整个S&P500里面的 这些所有的公司 有49%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公司 已经公布财报 而在这公布的49%里面呢 有78%的公司 其实他们的EPS 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所以其实整个美股看起来啊 大部分的公司 有将近八成的公司 开出来的财报 都比市场想象中还要来得更好 所以我想这一个 也已经间接的印证了 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面 这些企业开出来的财报 并没有呢 我们想象中 我们看到了这么的糟糕 所以呢 这一个就对于美股提供了 一个还不错的 良好的基本面支撑 因为美股一直以来啊 它毕竟是一个 全球最大的股市嘛 所以它呢 应该要说的是 市场愿意给它 一个比较高的估值 或者是说 我们给它一个 比较高的本益比 那这个本益比 能不能跟过去去做比较 当然可以啊 现在美股的本益比 跟过去五年的平均 跟过去十年的平均比起来 都是相对的 比较便宜一点点的 它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但至少它不是贵的 所以在现在美股 已经相对的比较便宜了 估值已经合理了 那我想你现在没有看到 一个比较大明显的 重大利空的情况之下 那美股你说 它要再继续往下跌 要再继续往下修正的空间 说真的没有很大啦 八成将近八成的公司 获利都优于至少预期 估值又来到了合理的位置 在这样子的逻辑之下 我想大家应该不太 能够就是推论出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条件 然后我们就推论出 美股要大崩盘 这个逻辑有点跳跃 有点不太对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 美股虽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形态上面是破底的 可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大概就会出现 一个还不错的支撑 后面我们就来观察 美股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先指纹 那指纹以后 看看能不能随着财报 陆续的公布出来 然后后面这些不确定性 降低以后 美股走一个反攻的行情 另一方面 我们从这个国际的资金上面 我们也能够去判断筹码 因为不只有基本面 股市会不会涨 或者是未来的趋势 到底往哪一个方向的几率比较大 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仍然要去观察筹码 在前面 这个是我们上礼拜五的节目上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张图 红色的这个是什么 聪明前指标 黄色的是S&P500 什么叫聪明前指标 上礼拜也跟大家提到过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指标 它的逻辑是什么 它认为股市一开盘的前半个小时 往往是很多的散户会去操作 它可能用有些隔日冲 隔日冲会怎么样 你稍微操作了一下 你就会试价把所有的单子丢出去 你可能有一些要反映前一个晚上 或是前一天的一些消息 这些消息其实都是散户觉得 看到什么样的利多赶快冲进去买 或是看到什么样的利空赶快冲进去砍 所以在前半个小时的交易 是非常不稳定的 而法人往往不会在这半个小时里面 去做动作 会先做观察 所以聪明前指标 会把前半个小时的这一些 股价的涨跌幅先扣掉 那法人会怎么样 在什么时候进场呢 聪明前指标的逻辑是 法人会在收盘前一个小时 开始去对部位去做一点调节的动作 因为在盘中 法人其实很喜欢要一个招式 他们很喜欢用 所谓的 我们不要讲放空 他用一些这种反向的操作 来去测试市场 到底有没有力道 也就是今天市场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事情 先卖一点股票 先卖一点股票 那你慢慢看 如果触发了卖压 代表市场的情绪悲观 那我卖掉了 那我卖的漂亮 但是如果我发现 我是外资 我是法人 我在卖这些股票 在测试市场的时候 然后市场没什么反应 都有撑 都有支撑 那我在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把我今天卖掉的股票部位 买回来 外资跟法人 很喜欢用这种 所谓的反向的操作 来去测试市场的力道 那你说他会买上去吗 不太会 他买上去有人就会到货给他 但是他手上有股票 他可以先卖 先卖来测试看看 那卖完以后 如果真的引发了一波卖压 那他卖的漂亮 那如果卖完以后 没有卖压 有承住 有接住了 这个其他的资金 有买盘来做抵抗 那他尾盘再把它买回来就好了 所以聪明前指标 会把最后一个小时的 这个涨跌幅给加进去 就是用这样子的逻辑去计算出 到底法人现在是买还是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法人大概从8月左右 这个地方就是一路的卖下来 就是一路的卖下来 把筹码不断的抛出 不断的抛出 那现在我们也跟大家提过了 每个月 每银每铃都会提供一份 基金经理人的调查报告 那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了 BOFA的基金经理人调查报告 他会调查现在全球的基金经理人 手上的现金水位 到底是多还是少 那么这个法人已经连续卖了 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现在全球的基金经理人 手上是满手现金 这个水位已经来到了5.1% 长期平均大概3%到4%左右 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你超过了一个百分点的现金水位 代表现在这些基金经理人的 现金水位是高配的 太多了 太多现金了 只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想要把这些钱拿来股市里面投资 你要师出有名 所以现在是因为没有理由 苦于没有理由 这些基金经理人 没有办法把手上的现金给配置进去 可是大家要搞清楚哦 当这些资金已经在场外预备了 现在是等着什么 谁开第一枪吗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资金进入股市 股市开始拉抬了 那你说后面的资金会不会赶快跟上 为什么 你怕错过行情吗 大家都有共识了 只是看谁能够成功的跑出第一枪 那你如果能够顺利的把行情拉出去以后 这些资金自然会被吸引进来 所以我们从聪明前指标看到了 这个指标已经来到了非常低的位置了 已经来到非常低的位置了 代表什么 该卖的股票 该调节的股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后面原本卖出的股票 会不会在未来把它接回来 我们认为这个几率非常的大 所以从筹码上面来看的话 美股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机会先指纹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一下台湾的经济基本面 国家会每个月都会公布一个景气对策灯号 而这个景气对策灯号 在前面今年以来全部都是蓝灯 蓝灯就是一个最冷最冷的灯号 但是在最新公布的景气对策灯号上面 已经来到了蓝灯 代表景气应该不能说景气 我们应该要讲的是 在国发会的眼里面 台湾的整个经济的状况 是有开始慢慢回温的 是有慢慢回温的 那里面有很多细项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可以自己去国发会的网站上面看 那在这个月上面的话 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跳升 就是在海关的出口值 那因为年底本来就是电子业的旺季 所以这个数字往上走也算是蛮正常的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景气对策灯号 已经明显的脱离股底 已经明显的脱离股底 所以在台湾的经济基本面方面呢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疑虑的 这也帮台股给了一个还不错的基本面的基础 那么呢我们回到股市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会发现 指数在上个礼拜破底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会觉得好悲观 会觉得美股在破底台股在破底 然后呢好多的股票也都是一天涨一天跌 手上的持股大部分都是套牢的 都是亏损的 那这个地方左思右想都不觉得行情会出现 所以在情绪上面比较悲观一点 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底部都是利空打出来的 无一例外所有的底部都是利空打出来的 都不会是很多的利多来把底部给打出来 大家想想看去年10月的时候 台股跌到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 当时是不是一样盘面上面满满的利空 那我们在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大概从4月以后 就已经把这个放空的策略 加入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了 所以其实去年我们的绩效表现不错 那也是因为学会用放空的这个工具 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去年那种行情里面 还能够拉开一些绩效 可是大家要想 为什么我们去年在10月初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一个台股的要开始记住多方时间了 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太多的利空了 太多的利空了 你盘面上面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的利多 可是当所有的利空不断123123123的跑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指数没有继续破底了 所以底部是不是利空打出来的 是去年10月的那个低点 错过了是不是就错过了 后来那波急拉上去以后 台股就没有再看过那个低点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底部是利空打出来的 而不是利多 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面 大家觉得利多比较多还是利空比较多 不然这个答案应该很显而易见嘛 一定是利空比较多嘛 一下子打仗嘛 一下子联储会嘛 一下子美债值利率嘛 一下子企业财报开的不好嘛 所以现在既然利空这么的多 那么我们要观察什么 能不能做到利空不破底 利空不破底 然后就有可能是利空出境 那利空出境完以后呢 你后面随随便便一个点火指数就会上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真的不用跟着市场的涨涨涟涟这么的悲观 不用这么悲观 后面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为什么你不用这么的悲观 我们先来看个股的部分 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指数破底嘛 指数破底嘛 当时在破底的时候 我们秉持着市场恐慌 市场恐惧 我们贪婪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位置上面是相对低档了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买进了286的一拳 这段股票我记得我们以前节目上面也有分享过啦 那当时我们买在的是46.8 46.8 那到今天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指数虽然是在平台附近震荡 可是中小型股的表现 确实不错的 有一些有题材的股票呢 随着时间开始到了年底 他们就会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要是286的一拳 在今天就大涨了半根涨停板 我想啦 现在就是指数 看起来没什么表现 但是我们一样要保持自己的投资组合 是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组合 那只要这个组合是比较强劲的呢 在行情稍微转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股价就有机会带头先冲出去 还有另一拳股票 我们也分享过1815的富桥 那富桥啊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吃了一根将近跌停板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 哇很多的筹码就一下子砍出来了 可是在那一根跌停板以后呢 到今天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收复回来了 而富桥我们有告诉过大家 它是波线布 就是你那个PCB板上面有一个材料啦 那这个波线布的题材 它已经通过了这个台药的认证 那后面的话 接下来就看台光店的认证能不能过 所以这是一个题材 再来呢 因为波线布在前面的时候 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 中国那边的厂商竞争很激烈 就是不断的砍价 不断的砍价 所以富桥在今年上半年是没有赚钱的 接下来要看什么 如果Q4能够转亏为盈的话 那股价有没有机会反应禁止 有嘛 因为当你今天能够转亏为盈的时候 代表你的EPS会慢慢的回正 回正以后你的禁止就会慢慢的往上拉 所以你的股价就可以开始反应禁止了 因为如果你还在亏钱的话 你这个禁止还会往下掉 那如果你能够转亏为盈 不就代表你的禁止的地板已经出来了吗 所以接下来股价就会反应禁止 而富桥现在的禁止是多少 15.8 上个礼拜的时候富桥的股价 有没有来到15块附近 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了禁止的附近 就出现了一个支撑优缩保护 原因是因为它在第四季 开始有转亏为盈的这个题材 那公司出来讲 会不会开始讲明年的展望 一定会嘛 大家现在要开始讲2024年的展望了 那你2023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 所以2024年讲的一定会比2023年 还要来得更好啊 因此呢 这种做梦的空间就非常的大 我想股价在今天 一样拉出了将近半根涨停板 算是非常的强势 这让股票值得投资朋友去做留意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题材是值得留意呢 我们说了今年剩下最后两个月 那不论是政府 不论是集团作帐 不论是投信 其实在现阶段 他们就是剩这两个月的时间能够操作 我们在上上礼拜的时候提醒大家 在年底之前要留意一下 有没有集团作帐的行情 那么特别点名是什么 联电跟微晶集团 微晶集团大家比较少听到啦 可是在联电的部分的话 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那当时我们帮大家点了几个 在联电集团里面 我们认为股性比较活泼的股票 就是黄色框框这几个 那么我们点到五个嘛 其中四个我们先抓出来 那当然其中一个没抓到是原相 原相今天表现也不错 也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智元 像是红旗 在今天股价在盘中的时候 都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集拉 那系统因为还在关厕所啦 那之前最强的这个不用讲 这个我们会员朋友 有一些新进来的会员朋友 手上也都还有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再来呢 3094的连结 也是在今天一鼓作气的 就攻上涨停板 所以联电集团的这些股价 非常的活泼 大家觉得他们的基本面 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吗 还真的不一定有 可是集团 他们的股价 开始有一个所谓的整齐的 他们开始有族群性了 那这个集团做到的行情 那不就代表是值得期待的吗 所以联电集团的股价在近期 其实表现算是蛮强的 我想里面应该还有一些提察 还有一些公司 他们在未来呢 是有机会能够表态 或者是有所谓 落后补涨的空间的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联电集团的股票 在近期要盯好 要盯好 那你说最好是有获利数字的啦 有获利数字的呢 趁着拉回的过程里面 去寻找买电 最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台股基本上就是一个震荡 然后呢在最近破地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段时间的操作 都没有什么动作啊 或者是怎么一直在赔钱啊 怎么样的 大家看到了大盘 你会发现 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操作 你说你想要连续赚到 五根掌停板 十根掌停板 这个是有难度的 当然像是很多投资朋友 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买好股票 我就是要买好公司 我要买大公司 2317红海是不是大公司 是大公司 是不是好股票 是好股票 可是你想从7月开始 我们不要说从7月 我们就从这个时间 你说他这个横盘整理完以后 从上个礼拜开始一路往下跌 上上礼拜开始一路往下跌 红海这间公司都能够跌12.7%了 你买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就是先亏12.7% 请问其他公司 为什么不能跌的比他更多 跌的比他更多难道就比较烂吗 不是啊 红海也不是烂公司 那你说买进红海长期存股 能不能赚到钱 我想这个几率是很大的啦 你买在这个位置长期看起来 能不能赚到钱 是非常高的胜率 但你不会因为他下跌 就说这间公司不好嘛 你不会因为他下跌 就说长期投资是一个烂策略嘛 你就算要长期投资红海好了 你在短线上面 你一样会面临超过一根跌停板的亏损 你一样会亏12.7% 但你不会因为跌12.7% 就说长期投资 是错误的投资策略吧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那是时间尺度上面的问题 再来我们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也是一样啊 你从7月底一路到现在 你说你买了台湾最好的公司 买了台湾最大间的公司 从7月到现在 你有赚钱吗 没有 你也是赔钱的 你从7月买到现在 都是赔钱的 所以很多的持股在操作上面 我们不是说 这个赔钱一定是好 或者是赔钱我们就要开心 因为台积电跌 所以我们赔钱是很正常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告诉大家在现阶段的操作 就是它有一定的难度在 那么我们要相信的是 一个好的交易策略 它的时间尺度 应该是要放得更长来看 台积电不是烂公司啊 你长期买进台积电 定期定额台积电 我想这个策略 没有人会说它是烂策略嘛 你放个一年 放个两年 几乎都是会赚钱的 过去的历史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可是你如果只看三个月 它是不是有机会是亏损的 但你不会因为亏损 就说台积电是烂公司 不会说定期定额买台积电 就是一个烂策略 所以我们这样子表达完了以后 就是要告诉大家 行情有可能会上下震荡 有可能会不好 在交易的过程里面 也有可能套牢 也有可能亏损 可是重点是什么 在行情开始转折点出现 开始转好的时候 你能不能搭上行情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面停损 后面股价涨上去 那个都跟我们无关 所以在最悲观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去了解产业 跟基本面的状况 来去决定我们的投资组合 什么的股票要留 什么的股票要换 那我们想要做到的是什么 当行情在发动的时候 每一个投资朋友都应该要在车上 所以在年底之前 我们认为这个行情仍然值得期待 都是同样的话 不要因为这个震荡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放弃 都已经撑到了最后 在这个地方放弃 真的太可惜了 那么我在最后的话 我们节目都已经看到这边了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投资朋友 记得把这个订阅按下去 如果有更多的资讯 想要了解的话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里面 我们也是预祝 所有的投资朋友 在股市里面 跟着我们的频道 一起成长一起赚大钱 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子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你才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给您的薪水